而美国佛州现在遭到飓风带笔的侵袭 而且这个飓风中心是经过温暖的墨西哥湾 所以它其实吸饱了很多的水汽 威力是非常惊人的 街道就直接被洪水给淹没 有五名居民丧命 还有像是骨科检这些奇怪的物品 都直接被冲上了海岸 这个飓风持续往北走 更可能在乔治亚州北卡跟南卡的沿海地区 引发灾难性的洪水 所以这三周其实都是严阵以待 政府也发布了紧急状态的声明 要为可能的风灾做好准备 车轮驶过溅起高高水花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有人搭船在宿溪 其实这是美国佛罗里达州 经飓风带笔袭袭击后 各地街道被洪水淹没的惨况 由于飓风中心登陆前经过温暖的墨西哥湾 吸饱了水汽 因此威力仅仅一级的代比 在五日凌晨登陆后 一夜之间就在佛州当地造成不小的破坏 风雨变小之后 佛州小镇的居民上街检视灾情 把握机会救人 却在洪水稍稍退去后 发现河里好几条鲜鱼被冲刷上岸 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 稍早也接获民众通报 在佛罗里达群岛的海滩上 看到疑似走私毒品 而这些通通都是被带笔的大风大雨 吹上陆地的 连日好雨不仅在佛州当地造成严重水患 也导致约21.4万用户面临停电危机 目前已知至少五名居民身亡 其中一名13岁少年 因为树木吹倒压垮房屋 送医不治 另一名货车司机 则是在狂风暴雨中 车子失控打滑 不幸坠河丧命 罕见致命风灾 不只让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绷紧神经 郑重警告 当地警销人员也跟进提醒 呼吁佛州居民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飓风带笔还没有走远 目前随着代比缓慢向北移动 预估可能会给美东地区其他州 同样带来历史性的降雨量 甚至引发灾难性洪水 因此从5日起 乔治亚州各地的居民就开始准备起防灾沙袋 当地官员也立即对大部分县市 发布了紧急状态声明 事实宵禁 有 cannot行 广不足 南卡罗来纳州的各地官员也紧密关注代比风灾动向 部分地区目前都已下达紧急命令 呼吁大家别在狂风暴雨天出门远离淹水区 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能源公司也宣布制定了营营计划 不只派遣了数百名工人前往佛州救灾 其余留在北卡总部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线待命 一旦灾情加剧便可迅速应对 继佛州之后 总统拜登也批准乔治亚州与南卡进入紧急状态 好让联邦介入协助统合救灾 TVBS新闻综合报道